好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部長 校委員好 部長 我想我們國家對美關係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關係 雖然今年元旦有一些小風波 但是我們希望整體的關係不要受到太大的影響 那這當中除了我們國人各界的努力之外 你們在華府的代表處也經常的仰賴跟公關公司 聘用相關的公關公司 另外也跟華府的一些智庫都有一些合作關係 那我想要請問 這個在今年我們公關公司的這些公司有沒有做調整 我們在公關公司的部分會持續的再做一些調整 會做一些 你們是一年一聘嗎 還是你們是用什麼樣的事 對 我們按照它那個相關的公關公司的那個 我們雙方所簽的那個協議 會做一些調整 對於他們的成效到底有沒有具體協助我們完成一些我們做不到 我們的外交人員自己能夠完成的事情 我們當然是自己 我們希望用他們是來補足我們可能還有一些access 跟這個其他領域的 那你們是不是能夠提供給我們基於監督之用 是不是提供給我們相關今年度新聘的這些公關公司的清單 以及我們跟他們的工作計畫還有目標 我們應該有一些客觀的衡量標準 為什麼聘哪一些公司 我們想要完成的目標 希望他們補足我們哪一些領域這方面的協助 那另外還有智庫方面也希望能夠一併來提供 可以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資料給委員參考 好 謝謝 那另外今天 我今天剛瞄到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BBC上面有提到 這個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館 基於安全的考量這幾天是不運作 那我相信美國 當然它在國際上的角色跟我們是很不一樣 它所面臨的威脅也很不一樣 可是這些國家有時候我們看到 包括日本、韓國其他周邊國家 偶爾也會發生在中東地區 一些被威脅或者是傷害的情勢 那我們在中東 我們在沙烏地阿拉伯也有使館 我只是期待就是說 雖然我們面臨的這個國際的威脅指數 跟環境不完全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注意 我記得幾年前我到瓜地馬拉去住一陣子 我也被提醒說要小心 這個他們有時候會綁架這個 把我們當成韓國人 因為韓國政府會附屬金 那自己要有所注意 我想我們所有在這個地區的國人 國人、駐外人員 以及在各項人道工作有參與的 我們這些Aid worker都應該特別的小心 尤其是這一陣子 我們看到日本發生這個人質的悲劇 當然我們 雖然在該地區不是那麼的活躍 可是我們畢竟也有駐外人員 那是期望 我在這裡非常謝謝委員的提醒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會持續的就是通知 我們在中東地區相關的管處 對我們在那邊的國人 這個台商 還有從事這個國際援助的 一些相關的國人 NGO團體 我們事實上都有提供相關的訊息 那當我們基本上是以人道援助為主 我們會請 多請他們提高警覺 我們最近有什麼其他的作為 跟防範還有安全的設施嗎 有有有有 包括我們的使館 我們的這些代表處 我們會持續的來做 謝謝委員的提醒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在國際合作方面 除了我們已經正式加入的這些國際組織 WTO APEC等 我看你們這幾年 特別積極在UNFCC跟ICAO 但是也有國際友人 這個也提醒我們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領域 尤其是人道的援助上面 我們其實台灣人可以算是 全世界最有愛心的一個國家之一 每一次全世界不管哪一個角落 不管是甚至包含對我們 充滿著敵意的這個中國 有人道方面的需求 台灣人都願意去幫忙 那所以在人道援助上 也有相關的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的人道援助相關的機構 UNOCHA等等這些機構 那我們是不是在尋求UNFCC 以及ICAO等國際組織的同時 我知道這個要正式的參與 聯合國相關的附屬機構 是有它的困難度 但是它一些周邊的這些活動 甚至是會議 我覺得我們要能夠融入 讓國際在看待我們的各項援助 是符合OECD標準 而不是當然過去有一些紀錄是為人詬病的 但是我們要能夠提升得人敬重 包括歐巴馬總統所提的 台灣的國際參與 我們要去跟國際接軌 那我們的國際人道援助 怎麼去跟國際接軌 我相信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我在你們的EU報告裡面 並沒有看到任何 除了這個UNFCC ICAO之外的這些人道援助的國際機構和組織 我們一些比較積極要參與的企圖心 我簡單一點 我跟委員報告 我也可以請同仁會跟委員 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其實針對伊波拉疫情的部分 其實我們跟OCHA您提到的 事實上我們跟聯合國 事實上是有一些聯繫 那後來到最後透過美方的協助 那我們還是跟美方的CDC Center 我想那個合作會更具體一點 我想到你現在既然講到EU報拉 我之前有這個相關友好國家的官員 跟我講到這個我們 上次本來是好意提供了相關的防疫裝備 結果我聽說這是官員 你要不要證實一下有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的裝備因為不符合這個國際的規格 防疫的規格 結果一部分的裝備是被退貨的 是無法使用的 那我們好意要提供援助 結果因為不符合國際規格 那是沒有被拒絕沒有辦法使用 那就我的理解 台灣包括科技醫療 我們各種裝備的從製造到運用 其實都應該要符合國際規格才對 但是怎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沒有退貨的問題 就是事實上我們是跟美方一直在協調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防疫裝備 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怎麼會有相關的官員 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裝備 沒有符合在伊波拉防疫上面 所需要的這個規格 沒有沒有沒有 我相信台灣有能力 事實上我們後來還 這是一個有沒有用心的問題 其實在前幾天我們還捐贈了第二批 就透過美方 我們跟拉丁美洲的國家 我們不是捐贈了12萬5千美元 也就是我們的PPE的部分 就是美方認為合格 所以我們才會送給 我們捐贈的是實體的這個防疫裝備 不是金錢上面的 不是金錢 我們也是捐贈實體的 事實上只是說那個價值是 這次所捐贈的防疫裝備 跟上一波 我們捐給這個伊波拉的抗疫 防疫裝備是一樣的嗎 我認為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規格是一樣的嗎 那你能不能調查了解一下 可以可以 我可以請同仁再把那個相關的訊息 跟委員探討 因為這個也是相當credible的 這個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事實上在整個捐贈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美方都有直接的參與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裝備 也是透過美方把它運送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有參與 所以對我們所提供裝備的規格 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希望你能夠再了解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讓我們的好意 我是不是請 不要讓我們的好意 到時候無法使用而浪費掉了 其實規格的部分 是在先前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直討論 到最後他可以接受 事實上我們才捐 我是不是請 所以這個規格是都沒有問題嗎 市長 主席 跟委員報告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在協商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針對的疾病 那個PPE的有些規格是不同的 特別我們原來在準備好的 根據我們疾管局提供的資料 顯示 我們已經在準備好的PPE 特別在某一項 尤其是液體的穿透力的部分 後來要做一些修正 因為原來的規格 是從WHO舊的管道所提供 所以產生一下這個落差 所以後來是有修正 是 那結果到最後Ending 是我們提供的東西 是有已經修正後的 已經有符合標準的 到西非前線 那是台灣自己生產的裝備嗎 這個是根據機關署他所提供的 我不確定是來源是怎麼樣 我相信台灣 以台灣現在的整個生化 醫療技術跟科技 應該是有能力自己生產相關的裝備 我不知道Specifically 這是不是台灣的 但是我們總希望說 我們各種的這個 Foreign Ai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是確實符合該國的需求 我另外聽到了一個建議 改善的地方 也是從國外官員聽到就是 上次這個菲律賓有這個颱風襲擊 我們的海軍船艦其實第一時間 我們國人的援助都有去 那當然這個我們的愛心 跟第一時間的這個動作 大家都有感受得到 也是國際上予以肯定的 但是就援助的範圍跟項目 譬如說我們提供很多泡麵 衣物 可是當時菲律賓最急切需要的 其實跟我們自己 包括我們自己在國防演練上面 這個Rapid Repair 對各種infrastructure 遭到第一級 遭到這個破壞之後 要馬上去做repair 而後續的這些相關的援助 跟後續的這個軍事行動 它才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所以其實對於包括機場的這個repair 跟它一些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其實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們的好意我們送的這些食物 什麼泡麵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去deliver 我們的其實好意 我們到了港口之後 後續的這個delivery 都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其實在菲律賓的部分 像慈濟 事實上他們的人在那邊等 等得我們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物資 是大家捐贈的 所以有些是透過它那個 我們本身的NGO的團體 我想我的point是 我們的愛心跟人力都有 那但是有外國官員提醒我們 未來改進的就是說 其實他們第一時間的需求 其實也等同於我們自己的一些演練 我們自己在國防委會也去考察 包括我們整個機場的快速的修復 整個指揮系統 我們其實這些 其實到國外去援助的時候 如果能夠提供進一步的assistance 我想也能夠凸顯我們的 整個國防的preparedness 我們的實力 以及我們跟國際合作的能耐 當然這個非外交部 能夠單一來決定的 可是我們任何的援助 我相信都是跨部會 跨機關的一個共同的行動 我想這也是國際友人好意的提醒 那最後我想TPP的參與 是我們國內部分黨派 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我們當然也知道 在國內的各項法規的調整 以符合這個TPP 目前所談判的一個基本的標準 我們還有很多項目有待進行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國人其實也希望 能夠有更高的透明度 所謂的透明度 這個transparency 以及跟國人溝通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不只適用於兩岸之間的 各種的協議的簽署 也包括我們重大的這些國際的協定 這也是國際的趨勢 我們看到很多其他TPP國家 事實上它的這個information的transparency 以及整個溝通機制是更完善的 那我也希望你們也能夠基於這樣的一個精神 在TPP整個準備以及國內內部法規 這非你外交部主管 但是你畢竟處理對外事務 這個跨部會的一個機制 也能夠含掛國內包括我們這些interest group 甚至是不同黨派的 有一個bipartisan的working group 共同的來面對TPP未來參與的各種的挑戰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相信這個國際有人也能夠 也可以看得出我們有一些積極的作為 跟行動的能力 能夠整合國內各種不同的意見 不要只是你們悶著頭 然後資訊在黑箱裡面去做作業 我想跟委員保證 其實我們跟經濟部都有在協調配合 這個在TIFA的架構裡面 我想美方事實上都有一些清單 就希望能夠在貿易便捷化 貿易自由化一些相關的做法 你們從來不願意做清單的內容 來跟包括我們這些國會議員 從來都不願意做這個溝通 那你們不能期待你事前不溝通 然後等你簽下去 大家就馬上要去跟你做endorsement 我們都很清楚有一些項目是非常高難度的 而且是國內會有相當爭議的 那你完全不跟國內的各個interest 我想溝通一定會的 所以這個機制的建構 我還是希望你跟經濟部等相關的單位 行政院一個跨部會的 怎麼去建構一個更完善的一個溝通機制 共同來面對後續的相關問題 是 是 是 謝謝 謝謝李偉